一根一根香腸轉轉轉 香噴噴的埔里酒廠 壽清香腸肉香四溢 還有炸肉園 豬腳小吃店 不過準備要來南投埔里 大吃這些美食的遊客 可能要緩緩 我們也是比較少人 所以我們也不會開 我們伯伯怎麼效果 我們改做那個素食的 炒菜啊 不要放蒜頭 那一些辛香料這樣 有素排 雞排 豬肉 全部都有素食的 不少小吃店直接連休五天 或是大改菜單 甚至排定宴席的新人 壯期直接延期 就是因為普里鎮 2020年舉辦 12年一度的清教祭典 三年後 也就是今年的12月16號 將再度舉辦 三線原教的系列活動 從12月13號起 建議吃素五天 甚至還曾出現這樣的情節 連鎖店家繼續賣葷食鍋貼 在網路上引起熱議 因此現在 對於是否吃素 也不這麼強硬 這裡的習俗嘛 如果是 這樣當然是 隨著這裡這樣做 不會說不要吃 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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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新住民 他剛搬進來普里 或許會不習慣 但是呢 我們都沒有一個強迫的動作 普里鎮公所強調 尊重廟方傳統活動 也秉持宗教自由 避免賣葷食的店家 又像過去出現 遭到公審的情況 民眾想吃的各取所需 或許自在就好 三星文綜合報導 早餐 早餐 早餐